今天邀請來的嘉賓朋友 不只是說究竟哪裏有地、哪裏沒有地、哪裏應該建公屋、哪裏應該建私人樓 反過來我們今天想說香港的土地發展應該配合或者可以怎樣用 而希望達到什麼目的 這一節的環節第一個就是袁彥請博士幫我們說一下 居住面積減少對於香港年輕一代的影響 我們有一個扶貧中心在深水埗的,綠色經濟共享中心 其中一件事我們開始的時候就是做能源貧窮這個部分 所以我們有機會去接觸一些基層的朋友和劏房 那你說環保和基層扶貧有什麼關係呢? 在外國有一件事就是原來當你的經濟很有問題 而那個要用支出去給這個所謂能源的費用 是給不到的話就有問題 尤其在冬天沒有暖氣的時候 那個是有一些所謂致命的後果 尤其是對一些老人家 那所以呢 Energy Poverty這個概念 雖然我們是第一個團體帶來香港的一個概念 但在外國其實都一直有政策去做 那就是在英國的定義是 當你超過10%的支出是拿來給所謂水電煤的時間 那已經是界定是一個需要幫助的一個貧窮戶 就是在能源上面的 那這些都是我們去探湯房的時候 基本它居住的環境就是這麼多 上面放東西,下面就是它睡覺的地方 你正在交過一電費是不是 他們正在交過九 現在兩個七 即是一直在交給 即是九龍區 那就是說原來它就算有分標計也好 它的unit price,它的電費是不同的 那所以呢 我們進去其實做了一些工作的 我們去量度的時間 室內的溫度是三十六度 即是五六年前 外面三十度 多六度 我們傳統的智慧說 外面很熱 現在夏天不要在外面曝曬 要躲進去室內的地方 在這裡是相反 真是中暑 長期對健康的影響 你是在室外 可能我們經常罵 商場冷氣很冷 是好的 因為在商場 能量度的能量低 每年要多付200元電費 但是劏房居民不知道 我們下去告訴你 而且他喜歡在街上收拾一些舊的電器 能量低 再貴一點電費 而電費是人家兩三倍 所以我們做的事就是 進去 叫他用電 但又幫他省電 最終就是減輕他的經濟負擔 最左手邊 最窮的那班 最有錢的那班 80%到100% 他水電煤8% 但佔庫戶是2% 四人家庭中位數差不多600多元 如果三人居400多元 即是平均一個家庭400多元 但是你看到 即是當分標到貴幾倍的電 如果他能夠應用則用是好些 我們希望透過這些省電的部分 我們去做些事 送了1000件電器去 我們是相反的環保團隊叫人用電 你再不開冷氣 你真的會生病 但是相對要用得是有效率 而減輕他的經濟負擔 做了一些研究 很小的環境對年輕人OK 但對小朋友和三四十歲那些不OK 暴力傾向 即是壓力感 另外就是 即是小朋友的影響是比較大 集中力 讀書那些問題 外在環境改變不到 就比較難 即是說去 改變他的生活 無論你想一下 家裡這麼窄 你玩當我玩 摩擦會是怎樣 Family bonding會是怎樣 這麼熱的天氣想留多久 我想最重要的是 至少這群劏房戶 不要讓它蔓延 一路增加 或者所謂市場好 地產商好 不針對性 不要越起越小 這個trend 我們如何針對那幾十萬 有需要的朋友 做一些工作 我想這個是我們有些體會 我們做的事 相對其他社福機構做的 很微小 不過希望有些少分享 下一位的嘉賓就是蔡凱偉先生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行政總裁 他會跟我們分享一下 回應基層住屋需要這件事 今天我們都在自己社福界那裡 聊這個課題 這個課題事實上 我想社福界都很關心 因為我們平時接觸很多基層市民 居住的情況 真的相當之惡劣 我這張照片其實是好一點的 好一點的 現在我們看到很多街坊居住的地方 小朋友只在床上 在屋架床上 彎下腰去做功課 這裡有一張桌 相當不錯 這裡還有一個好的地方 是什麼呢 就是窗 第一 不是所有劏房都有窗 我們看到有些劏房真的沒有窗 政府有些統計數字 現在大概21萬人 是居住在這些劏房 我們相信是低估得很厲害的 包括有一部分 可能居住在公廈那些 根本就進不了去做調查那些 那些數字有多少 真的沒有人知道 所以現在我們說 21萬人居住在一些 很大部分 可能比情況更加惡劣的環境 所以我們說 就是這個劏房 基層市民在住屋開支平均 即如住私房的班 住公屋的班 住公屋的班 是相當好的 公屋的居民 他的開支 在房屋開支 佔他的開支 是大概十個百分之以下的 平均來說 但私房的基層市民 房屋開支 是佔他開支的百分之四十四 要計算 加上剛才那個 平均七八個百分之 是住在能源那方面的話 即是他開支一半以上 都是放在住屋 和水點煤等等那些地方 剩下來 還有很多其他的開支 所以對小朋友來說 其實有沒有錢去學 一些 無論音樂 或者補習那些 其實那個壓力都很大 大家知道這個 劏房這個字 什麼時候開始出現嗎 我這樣看著 其實大家的年紀和我都差不多 你小時候 有沒有劏房這個字 沒有的 小時候 我們最多說的就是 板眼房 龍屋 劏房什麼時候出現的呢 我完全不太記得 但是 其實真的有這類房屋出現 是九十年代後期 那個時候 就不是用劏房這個字 那時候叫套房的 有沒有印象 套房 就是把板眼房 稍微改一改 就有馬廁所裡面的套房 這些 運用這些 其實根本今天 已經不是以前的 包租公包租婆 已經是企業式的 是集團式的 財團 自己有些 我們見到是 買很多單 或者租很多單 還沒回來 就改裝做 一些這樣的 劏房 近期還有些 甚至乎 說自己是捨棋 這樣 其實當現在 我們的房屋 價格這麼高 需求這麼大 供應這麼少的時候 特別當公屋 這麼不足夠的時候 其實這個劏房 就變成一個很大的 盈利的市場 其實那些人 是不會理會你的環境 怎麼樣 但是那個價格 就不斷地上升 那些劏房 就是企業式運用的 那些劏房 其實如果你們 有去過銅鑼灣 例如我去過一些 是很美的 走進去 結果是一間酒店 那樣的 萬多元 一個月 差的那些 深水埗 就是土瓜人那些 幾千元 那些 再差一點 其實我們都在 例如葵青區 見過一些 它就真的 不是劏房 就是 共用廁所的廚房 但是不同地方 就沒有了 包租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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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果廁所廚房的 是相當之外亂 香港今天 其實現在 輪候公屋的數目 就是這樣 當你越來越 輪候多的時候 自然外面的市場 那個需求 都很大 這裡有三條線 最高的條線 就是總共的 公屋輪候的數目 最下面那條線 其實就是 一般輪候者 就是家庭 再加上 一人長者 輪候者的數目 中間那條線 就是輪候時間 平均輪候時間 其實你看看 我們曾經 去到一個 平均輪候時間 是1.8年 1.8年 今天說出來 大家好像沒有印象 但其實我們有三年的時間 連續三年 是兩年之下 但到今天 這個動作 由3.9到4.7到5.3 這兩年 跳得很厲害 相當之誇張 而實際上 這個5.3年 都只是 進入到公屋那班人 你問回 之前 平均輪候的時間 其實不能入到公屋那班人 還有相當多 我們今天 看到是六年 七年都沒有輪到去 那特別哪些 會比較多 就是 可能是一些 排了 是一些 四五人家庭 就是 大些家庭 輪候時間 真的比較長 六年是很普遍的 上面紅色條線 就是 那一年 新登記公屋 就是輪候公屋 這個不算那些 單身非長者 只是說一些 家庭 一般家庭 包括 就是 個人 就是長者 一人的單位 那 你想想 過去那六年 其實這裡加上 十五萬多人 十五萬多個家庭申請 但下面 綠色條線 就是這幾年 或者過去十年 每年 新建公屋的數量 很大 其實 如果我看這六年 大概是 1112至1617 這六年 這裡建的 下面建的 就是七萬多 上面 新增排隊 是十五萬多 你會明白 為什麼過去兩三年 跳得這麼快 由三點九到四點七到五點三 因為其實在早幾年 每年三萬多人來申請 但供應得萬多 就算你加起來 譬如每年回收回來 有些人可能是買了居屋搬走 可能有部分是過身 還是什麼原因搬走 平均每年六七千個 六七千加上一萬多個 都不夠二萬個 但我來的人 有三萬多人 那你就明白 為什麼排隊 那條龍 越來越長 以及輪候的時間 又越來越長 好了 可能你們都想知道 究竟在排在公屋的人 其實情況是怎樣 我給大家看一些數字 在2016、2017年 這二萬多人 應該是當時做過一些輪候 排隊的人 大概的調查 年齡中位數是45歲 一般家庭 我不計算那些單身非象者 其實家庭裡 六成半是住在私房 大概是三成住在公屋 為何住在公屋 都還會來排 公屋呢 其實如果大家不要住到公屋 公屋的環境是很小 很多年青人 當他們成長之後 他們都不想 做十年、二十年、三十年 都繼續做廳長 另外近期也有人說 你根本不需要那麼多樓 你只要 將那150元的名額降低就可以了 事實上現在輪延公屋的人 有多少是新來港人士呢 過去幾年的數字 大概都是排隊的人 有半到兩成左右是新來港人士 八成以上都在這裡 長期居住 永久居民 你可以看到公屋 我們不是真的很多 是給那些人來香港的 還有數字 其實那一班輪延公屋的人 入息中位數多少呢 家庭入息中位數是一萬二千元 一萬二千元其實現在是相當低的數字 還有輪延公屋的家庭裏面 有五成三人都願意去選擇那些特快偏配公屋 特快偏配公屋是哪些呢 可能是很近垃圾房 沒有人選擇 甚至單位是曾經有一些名案發生的 那些空窄那類呢 沒有人要那些呢 五年前呢 如果五年前問那些輪候者 有多少人願意 選擇那些單位呢 那時候有33% 去年問呢 就有53% 你看到數字這樣上升 反映了什麼呢 反映了什麼呢 更加多人是覺得 我要一個真是很不理想的公屋單位 都比留在外面 捱貴租 還有不斷被迫遷 我想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現在輪影公屋的人 的情況是相當惡劣 剛才的數字還沒計算 另外一些什麼呢 就是 譬如我們做福利服務的 長者殘者人士 遠射 已經有幾萬人排行 但是供應是永遠遠不足夠的 你問我呢 如果高利夫球場收回 或者你說東大嶼、田海 如果這些真的可以快一點 起到大快一點的土地 有少些人反對的話呢 我覺得都值得考慮一下 當然啦 大家的社會都可以討論 但是做這樣的增加土地供應的時候 我們建議政府 可能要有一個很清晰的 和社會有一個契約 就承諾起碼七成或者八成 是做公營的房屋 而其中最少一半 就應該做出租公屋的 我覺得如果政府 願意有一個清晰的承諾 和社會有一個契約 可能反對聲音會小一點 這個留待政府去想 當然我們也希望 更多的住屋是給長者 不同方法的長者住屋 我覺得都可以考慮 我今天的分享暫時在這裡 多謝大家 多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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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